不过小于一分钟 其实真的是还蛮快的啦 哈哈哈哈 医师 我跟你讲 我们怕的不是小于一分钟 你知道我们怕的是什么吗 刚到洞头就早洩 对对对对对对 根本没有进去 没有享受到 那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 有时候也是这样 碰到早洩呢 是不仅女人很沮丧 男人更沮丧 原发性早洩来讲 我们定义为小于一分钟 那如果是 次发性的一个早洩 定义为三分钟 但是重要的是 如果双方都已经是 满意的程度 那时间的长短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99乘法表啊 也就是让男生分心的方法 对对对 他就是有点转移注意力 我觉得其实还蛮像是在 属羊的那种感觉 919 928 93 27 94 28之类的 所以在你的性行为过程当中 如果当你觉得 好像快软下去的时候 你就开始可以 背你的99乘法表了 哈哈哈哈 有用吗 有啊 因为你只要转移注意力 当然就可以 不要一直专注在那个快软的 那个心境里面 盐蓬头冲底底法 在洗澡的时候 把那个包皮退下来 让龟头裸落出来 然后用水去冲 这样真的有用啊 这样效果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有效 是因为你冲水的时间 也不是太久 它的理论还是在于 让这个龟头去敏感化 就有点像割包皮 长期的内裤的摩擦 它也可以有去敏感化的一个效果 勃起的时间更持久 在性行为过程当中 比较容易软的病人 他平常可以利用DIY的方式去训练 当他勃起快要兴奋 要射的时候 他赶快要再停下来 就让他越训练越持久 把时间拉长再射这样 早些其实在动物来讲 其实是本能 性行为是让他 降低他警觉力的一个时间 最脆弱的时候 对 他可能会被其他动物吃掉 还是快速交配 快速收集 对对对 但是在人因为有情感的交流 所以才会延长他的 爱爱的时间 压力太大 或是你常熬夜 吃宵夜 高油脂饮食 也会增加早些的机会 为什么吃宵夜也会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诗尾 欢迎收看诗尾爱健康的节目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 来自港都的火辣女神 来欢迎的是 高丛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泌尿科的 李湘颖医师 医师你好 诗尾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今天简直就是火辣小公主 谢谢 好 但是呢 今天医师在节目当中呢 要来跟大家来聊聊的是 有关于早泻哦 碰到早泻呢 是不仅女人很沮丧 男人更沮丧 对对 但是早泻有所谓的 呃 原发性跟次发性的一个定义 先天跟后天的差别啦 要请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是以原发性早泻来讲 我们定义为小于一分钟 那如果是次发性的一个早泻 我们大概就是 定义为三分钟 但是重要的是 如果双方都已经是满意的程度 那个时间的长短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 其实我们定义是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都觉得不错的话 就不一定要以时间 来作为一个基准点这样子 如果你们的生活都很忙碌 习惯快站快速快取决的话 那比如说医生工作都很忙碌的话 你那个一分钟够就够了 没错 其实如果说你对方觉得也满意 也是可以的 不过小于一分钟 其实真的是还蛮快的啦 哈哈哈 医师我跟你讲 我们怕的不是小于一分钟 你知道我们怕的是什么吗 刚到洞口就找现了 对对对对对对 根本没有进去 没有享受到 那是不是心理压力太大啊 有时候也是这样 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把一些疾病的一个方面引起的把它排除 那如果排除之后 我们还是要去看说是不是心理的因素 那当然我们在临床上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训练 可以做物理的一个训练 训练你的弟弟 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凯格尔运动 那第二个就是根部的阴晶智慧的方法 对对对 然后这些呢都可以训练你的一个我们的骨盆腔的运动呢 让你在在勃起的时间能够持久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讲 首先呢第一个是很多医师都已经有讲过的凯格尔的运动法了 听说尿尿中断法很有用是不是 请医师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会有点像是在你在尿尿的中断的时候 把它停止那个肌肉用力的那一个感觉 那个就是骨盆底的肌肉在收缩的一个状况 不是每次尿尿都要中断啦 不是训练而已 学会那个感觉 其实就是要学会那个肌肉 是哪一个肌肉的运动 它会刺激让这个血管的那个平滑肌 能够血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阴晶里面 它充满久一点 它当然勃起就会比较持久 嗯 那DIY法又是什么 DIY很多男生都会做啊 你的DIY法对于治疗早期的男有什么帮助 在性行为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软的病人 他平常可以利用自己的DIY的方式去训练 也就是在我们那个阴晶的根部的地方 也就是做自慰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当他勃起快要兴奋要射的时候 他赶快要再停下来 就让他越训练越持久越持久 把时间拉长再射这样子 射筋中断法也是一种 然后靠近根部也是一种 对方法对 另外有一些人呢说呢 就是使用 我确诊哦 99乘法表啊 也就是有点类似像是让男生分心的方法 对对对 它就是有点转移注意力 我觉得其实还蛮像是在鼠羊的那种感觉 919 928 93 27 94 28之类的 所以在你的性行为过程当中 如果当你觉得好像快软下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可以被你的99乘法表了 哈哈哈有用吗 有啊 因为你只要转移注意力 当然就可以不要一直专注在那个快软的那个心境里面 还是多少有点帮助的哦 好另外呢 还有人说呢 连蓬头冲底底法也是不错的 他好像是说在洗澡的时候 把那个包皮退下来 让龟头裸露出来 然后用水去冲 这样真的有用啊 其实因为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研究是发现说 其实这样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有效 是因为你冲水的时间也不是太久 那当然他的理论还是在于 让这个龟头去敏感化 对这个就有点像是 如果说包皮过肠的病人 我们会建议他去割包皮 那去割包皮 也就是让他能够龟头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长期的内裤的摩擦 也可以有去敏感化的一个效果 那也是可以帮助他那个治疗早泻 让他更持久这样子 OK好 所以呢这几个方法呢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不过呢当然现在呢 早泻有很好的药物口服药物吗 他就可以让那个勃起的时间更持久 那其实也有喷剂的 我们就有点像局部麻醉的那种概念 他就是让那个也是有点去敏感化的一个作用 那喷在阴巾上面的话 他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敏感就比较不会早泻 那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喷 对对对 那喷的时候 喷的时候立即有效吗 立即有效 那该可以维持多久的时间啊 您床上面的研究 就是整个一个性行为过程当中 都是可以维持到他的时间 比较有效的延长是不是 对对对 OK好 所以呢有几个生活习惯呢 也要请医生呢来帮我们提醒一下 早泻来的朋友了 解释一下你们这几个生活习惯 搞不好呢就是这些原因 让你容易早泻 第一个是DIY DIY到底是会让你太过容易早泻 还是会让你延缓射精 其实就是适度的练习 如果真的是早泻的病人 其实就要适度的DIY 去训练你的阴巾 但是也不能过度 因为你过度会让这个阴巾会更疲劳 就反而会让你之后 之后的性行为表现会更早泻 所以就是适度的训练 适度的DIY 应该才是比较好的 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对对对 好那另外呢还要来提醒一下呢 如果你喜欢吃一些什么炸鸡 高油脂的东西也会吗 对其实也是回过头来 不仅会影响早泻 也会影响到硬度的问题 因为你高油脂高糖分 其实会影响血管 那影响血管 它们的血管的功能不好 冲血不够多 不够硬 那当然它的也容易容易软掉 这样子 比如说你平常压力过大啦 饮食不节制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 阴巾的血管的健康 那也容易没有办法持久 容易早泻 所以其实睡的好吃的好 多运动 对于早泻是很有帮助的 压力太大也不好是不是 对压力太大 其实就是跟生活习惯有关 压力太大 或是你常熬夜 吃宵夜 高油脂的一些饮食 也会增加这个早泻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的生活饮食的控制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吃宵夜也会啊 因为宵夜通常消化就不好 消化会影响到它的一个身体健康 然后油脂太高 然后或者是血糖太高 这些都会影响它的一个 血管的硬度这样子 所以肥胖男也有可能 会变早泻男吗 有可能 因为会影响到血管 就没有办法充血 很快的充血在阴巾 也没办法持久维持在阴巾 这时候就容易会早泻这样子 好 另外呢 还有呢 听说少运动也容易会早泻是不是 对 其实任何有关早泻 或是性方面的一个障碍 都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所以运动也是非常重要 那运动也就是 我们要维持我们的一个体态 跟血管的一个健康 如果血管有弹性 没有硬化 当然就会改善 它的一个早泻的疾病 哦 好 所以呢 运动 应该是尤其是有氧运动 非常重要 对 好好好 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 其实呢 早泻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发生的话呢 请大家也不用太过焦虑啦 因为呢 其实古时候一些动物哦 他们本来在射精的速度就很快 对对 因为在以前对动物来讲 他这个性行为是让他没有办法降低 他警觉力的一个时间 最脆弱的时候 对 他可能会被动物 其他动物吃掉 所以其实这本能啦 就是早泻其实在动物来讲 其实是本能 还是快速交配 快速收集 对对对 但是在人因为有情感的交流 跟大脑的一个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延长性行为 跟性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个 配合程度 所以才会延长他的 爱爱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早泻病 大家不用太担心 其实都有方法可以解决的 他也不是真的是有什么特别的疾病 对 所以呢 这以上呢 都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睡觉 注重你的饮食 不要过度的DIY 还有呢 这个睡眠充足 压力不要太大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对 在动物而言 他早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对 在人类而言 性行为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对 让双方的都能够得到满足 是最重要的 没错 好 我们也非常地谢谢李湘怡医师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